今天我們請到的是這個 一二三三圓 今天三圓來我們這個 尚情娛樂錄音室 來錄我們的第一首單曲 對 我們合作的第一首單曲 這首歌的歌名叫 喜歡就去追你 不行 再一次 這首歌的歌名叫 喜歡就去追 喜歡他就去追 喜歡他 我很懷疑我們剛剛怎麼錄完的 對 我們剛剛錄了大概三個小時 其實蠻快的 三圓很會唱 蠻快嗎 很快 我們之前都錄六個小時有的 真的喔 對啊 因為你的音準很好 然後唱的情緒也很好 可是就是中文比較難啦 對不對 這時候會很難嗎 沒有 這首的話 沒有 沒有很難 對你來講很簡單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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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的話有點快歌吧 喔 算快歌啦 對啊 因為他搖滾啦 所以有點發音的部分 但 很 唱得很開心 唱得很開心 唱得很帥的感覺 很帥的感覺 對 唱得很舒服 喔 那你為什麼會選那首歌啊 就是我們有 那時候的討論嘛 然後要做各式各樣的歌曲 那時候怎麼會想要寫 這樣子的歌曲呢 這個故事啊 跟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首歌 因為我 我之前的歌的話 全部都 比較搞笑的歌曲 搞笑的 珍珠奶茶 對 很棒耶 唱得不是 音樂聯達 那個是你自己寫的對不對 歌詞的話 珍珠奶茶 對啊 然後我們這次要做看看 品質 品質的感覺比較專業一點的 對 所以 今天的話 嗯 比較偶像的感覺 比較偶像的感覺 對 好 那我們還有下一首歌嘛 可是我們就 下一首歌更酷 可是我們先不要告訴大家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謝謝三元 謝謝樓開 謝謝 OK 沒錯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歌曲是 三元的新單曲 喜歡他就去追 這是我第一首和三元的合作歌曲 我覺得三元的聲音很適合唱一些日本搖滾樂 同時 他也給人一種陽光開心的感覺 所以這次選擇用搖滾的曲風 加上青春戀愛的歌詞 來呈現這首歌曲 這首歌主要在鼓勵人們 戀愛時勇敢的行動 歌詞方面其實是帶著一點 調侃朋友的方式在寫 相信很多人身邊都有這樣的一個朋友 很會打嘴炮 在朋友面前很色 但是一看到女生呢 又支支吾吾 甚至說 哎呀他不會喜歡我啦 這種話 雖然不見得每一次告白都會成功 但如果不告訴對方心意的話 那成功機率就是0%喔 副歌的歌詞有提到 用各種才藝去追女生 裡面還有寫到 直敵你也會 當然沒有人真的會用直敵去把妹啦 因為直敵應該是很多人小學時都學過 所以只是告訴大家 多多發覺自己的優點 找回自信心 Precoros的歌詞有一句 混亂邪惡奸詐 混亂邪惡一詞呢 是出自在龍與地下城九大陣營的設定當中 只要上網打這四個字 你就可以看到各種有趣的分類圖 像是這樣 還有這樣 因為我本身是TRBG的重度玩家 所以就會想把這些特別的詞彙寫進歌裡面 這次和三元的合作其實是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們在配唱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是發音跟咬字 因為這次是正式發行的華語歌曲 在發音上面我們還是得特別的要求 可以看得出三元花了很多時間在練習歌曲 錄音當天他對於旋律、節奏都非常的熟練 主要的時間呢還是在中文咬字方面 接下來給大家聽聽看錄完音的甘聲 還是可以聽到他獨特有趣的發音喔 作曲醉 失去你的殺手間 唱情歌 調節無愛又花謝 幾滴你也會 其實這個錄完已經相當不錯了 但是為了矯正在聽覺上的發音 我們需要利用和聲來輔助 這個和聲是我錄的 困難的地方就在要模仿三元的發音 同時還要盡可能的把每一個字念清楚 喜歡他就去追 失去你的殺手間 唱情歌 調節無愛又花謝 指定你也會 三元即將在11月3號舉辦個人的演唱會 地點在台北花博 免費參加喔 詳細的活動資訊我貼在資訊欄 喜歡三元的朋友可以一起來 說不定我們會在台下遇到喔 為了這次的演唱會 三元準備了非常多的歌曲 包含之前網路募集的 我這邊也精心為他打造了三首歌 之後還有兩首歌 就在這邊先賣個關子吧 都是非常胡鬧的歌曲喔 敬請期待 最後跟大家說聲sorry 因為原本想要每天更新一些小影片的啦 不過上個月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製作量爆炸了 幾乎每天都在編曲製作跑錄音 同時也覺得 呃 與其做一些不太有趣的小影片 不如花多一點時間準備大家比較喜歡的題材 像是音樂彩蛋系列這一種 目前也有在規劃新的影片主題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訂閱分享我的頻道喔 那我是羅凱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製作出獄 我記得按讚 hh surprises 有編曲幸福吧 就在這邊 他送給你 我們就在這裡 你們就在這裡 谢谢观看